来 韩绍军太有钱了 我们赚了 这男主嘛 当然得有钱了 不过这只是冰山一角 厉害的还得厚头 我是说 韩束现在这么温柔 像这小猫咪一样 猫咪总不会这样吃橙子吧 三公主谋略过人哪 那如此一来的话 韩绍军对你起个死心又大提啊 子润 咱俩查过听信去 公主 韩绍军可说了啊 三公主想听信 我们就去戏院 把戏子请过来 请过来 三公主想吃点心 我们就要酒楼做好了 送过来 送 三公主想逛大街 我们就把摊上的 所有杂耍牙摊的 全都搬到家里来 总之就一句话 让三公主逐步出户 逐步出户 她就是想让我大蒙窟 出二门不卖啊 那现在不是 韩绍军养家吗 那不能够啊 这母亲都没把我想 劝在府里不让出去 还要说我想劝你 不可能 想困住我 有这么容易吗 这 我 亲狗 有点不太对哦 是 是 是 有没有感觉到 一股杀气 是 我知道还说为什么 不是让我出雾吗 就是他陈千千 破坏了我们的龙骨 小林心害死人 子温你 就是他破坏了我们的龙骨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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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改的这一段 真是神来之彼啊 只知死地而后生 小的实在是自愧不如 橙子情意千金 感人肺腑 香蕉恐怕也 再也不好意思下毒手了 况且 橙子退出了城主之争 又给苹果让了路 可谓是一箭三雕 没有死人 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 佩服 佩服 三位先生有没有觉得 这臣子往后的日子 身存环境很恶劣啊 一三公主啊 成大事者 必先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劳其筋骨 随之才能苦尽甘来呀 是啊 况且一三公主的智谋 橙子现在的窘况 也只是一时过渡 不会太久 但橙子此次动的 可是镇城之宝 现如今民愤四起 怕一时难以平复 三位先生就不能给出出主意 看看怎么能稍微给改善改善 除非天降第二件秘宝 否则 天降第二个秘宝也行 秘宝多久降一次 我从哪儿能找着 不久 不久 也就一千多年吧 就让一切都交给时间吧 这是我家啊 怎么着我也不能不回家了吧 真是当我没办法了 不能扰了 这你那人上去还有三分土星呢 起伏我陈天天不是三公主的吧 让人宰割了啊 陈天天 你这个大混蛋 猪耳朵 你居然敢偷龙骨破坏陈运 谁这么大胆 你平时荒唐无度 暴略陈性 你今日先敢祸害百姓 你 你不怕天哪儿来陪你吗 不是啊 你 你我今天就把你拖出来 一顿报答 我就报答我 别 别看我我害羞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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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答你 我就出来报答你 好 就是陈天天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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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我 对 不 中文字幕 李宗盛